你有胖過嗎? 以前身體的面積比較大 上面有些衣服穿不進去 所以就被進行要求 欸!小一點喔! 他要求你小一點 所以你吃過蟲是不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KK 我是老王 我們今天要聊一個 很受歡迎的主題 沒錯 我們每天都被拷胃的 是什麼? 繼續沒效的減肥方式 嗯 如果你想知道你到底做什麼 為什麼你一直減肥都沒有效的話呢 歡迎先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我 然後記得怎麼樣 按讚開啟的鈴鐺 你們有成績減肥過嗎? 拜託我還不只成績減肥 不過我處理過上百萬個 就是因為減肥而煩惱的女性朋友們 從明星到素人 然後我自己還為了證明 就是很多人說 像我就是不可能會胖嘛 我還自己跳下去做實驗 我們自己吃胖給大家看 我其實從 應該是沒有吧 你有胖過嗎? 其實應該說還是有啊 我從以前工作的時候 去當模特嘛 就是工作的需求 所以必須要維持體態 當然沒有胖到所謂的很誇張 但是事實上 因為以前就是說 身體的面積比較大 他們其實衣服穿不進去 所以就被金錢要求 嘿!你必須要減肥喔 瘦一點喔 小一點喔 那只有我想這個 對我們來說 Oh No 生意奇怪 哈哈哈 減肥方法白白種 越奇怪越有效嗎? 所以 你吃過蟲是不是? 因為那個年代不會被要求 我會經過很奇特的就是 生蟲不是一大回事啊 你在我們Google 很多奇奇怪怪的減肥法 你看喔 為什麼會一直存在這個減肥的異體 就是因為你就是一直沒下 所以你要再減肥 然後還是沒下 所以真的是一個 永無止境的無限輪迴 我比較好奇的是 減肥目的叫做什麼? 就是變漂亮 我覺得 好 就於女生 我個人 處理過 還有我面對過 或者我自己的心聲就是 我會想要減肥 一定是對自己的部位不順眼 我就覺得說不行 我要做一些事情改變 所以這樣聽起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 片段式的減肥模式 什麼是片段式的減肥模式 減肥的東西 它跟有很多因素造成 請用觀眾聽得懂的語言 肥胖你要減肥 那導致這個 這個原因有很多嘛 因為你生理性 心理性環境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了 我可以插播翻譯 他講的是 當一減肥法 對 比如說以前我們常聽到就是 吃了藍色小藥玩 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去拉油 我拉了半天之後 結果屁股痛要死 有沒有真正減肥到 沒有啊 你有吃過 可是會繼續 我很多學生有跟我講過這件事 這是說單一的 但是 我要講為什麼要提前的事情 因為我們不是醫生 所以很多身體評估啊 這方面的 還是要交給他專業的醫生 為什麼女生這麼在意公斤數 有沒有聽過認真減肥 卻還是沒有好結果的例子 很多人覺得有效沒效是來自於旁邊的人的聲音 所以 你知道這就是有一個參與跟討論感 就像女生為什麼會很在意體重的公斤數 那是因為它是一個 你每天早上站上去 你的心裡會有那個感受 覺得說 啊 我無差 就是那個數字上 譬如說哪怕只少了0.3公斤 你都會覺得 我有改變 可是 後面伴隨而來的局 像是 我都已經少了0.3、0.5或1公斤 我衣服還是穿不下 然後我喜歡的男生 居然去喜歡一個 是跟我不一樣身形的人 這個是 我學員們就是每一天 你知道是這麼有人會被我講這些事情 什麼男人為什麼 說白人嗎 就是一個 看起來 視覺上舒服 或是喜歡 那所以我聽到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 讓男生感覺喜歡跟舒服 跟體重數字有關係嗎 什麼樣的體重是男生感覺舒服的範圍 這健健是耶 就是 我們之前有打過嘛 該肉地方肉 不該肉的地方 就不要肉 減肥要跟流行嗎 減肥的正確心態是什麼 跟流行的減肥方式基本上 都 就是會來來回回 他很多就是會像溜溜球一樣 譬如說我講一個最直接的觀眾一定都 你們這場的球認識製作人嘛對不對 我認識他差不多10年了 這10年他每一年都在減肥 有沒有效 製作人 有啊 我就是一直瘦瘦的方式 還有開心的笑 那你做過哪些減肥吧 生酮 然後做過168 然後我也曾經清水暖食 到後來我覺得 還是要回歸到自己的熱量社群 跟你的營養素的社群 為什麼會一直來人回回的要去做減肥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我太安心 希望快速 這樣很重 不然直徑上 這個東西不能快 它必須是長時間的持續 對 沒錯 我這邊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每個人的個案 他的身體的脂肪的分布 的一個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重點在於是說 營養的部分的介入 跟另外一個運動 同時間的搭配 那它是否可以持續的進行 簡單的概念在於是說 你的消耗量一定要大於你的攝取量 那這個概念可不可以讓它行持續漸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它可以持續帶的進行 我想這是很多人可能 嘗試在減肥的時候 我說我好 我可以來幫忙辦一樓 你知道嗎 就是可以切成兩個重點 第一個 不要設立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很容易造成 就是減肥不少的原因 好第二個呢 大家都誤解了消耗量的定義 這可以從兩個方向切入 很多人都以為流汗量 就等於消耗量 所以呢 他們就會瘋狂的去追求流汗 這你看有很多人去做什麼 用到肩膀包身體啊 然後喔對… 然後常常去做運動 我還聽過 有人說他要下肩去頂頭 比賽太陽 然後就整個人很熱 做什麼 你做的東西它是讓… 好我可能就你再幫我解釋 就是這個熱能的消耗 跟實際身體的 我們講的是 像運動那樣的消耗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 它就是水分流失完之後 可能體重小了一些 但是對於他可能隔天喝水 然後起碼身體 就是數字又回來了 然後身體也沒什麼改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要做很誇張的事情 去滿足我感覺 我有在減肥 我有在努力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就是 因為別人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別人有在做 我好像沒有做 我就是不夠努力 或者是我沒有那個攤育感 但是也會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 我自己啦 我聽到現在我就會說 我每次都會有兩個疑問 就是 第一個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嗎 譬如說 常常見的一個問題喔 很多女生就問我說 老師 跳什麼我會瘦? 做什麼運動會瘦? 跳什麼我都會瘦? 你到底你的瘦的定義是什麼嗎? 因為有的人的瘦就是 就是我想要交到咖 然後我想要骨感 可是有的人瘦就是 我想要曲線分明 然後有的人的瘦就是 我也不管 我老公覺得我瘦 他就叫做瘦 那這三個就不一樣的身形了耶 那如果不知道 你怎麼會 你怎麼去 就是達成一個階段性目標嗎? 那再來是 我們會覺得說 把那個健身房當辦公室 我一次去 我要打滿三個小時的卡 不然就是 我們有為了減肥呢 付出努力 但是就不持久啊 談大家對這個減肥的議題 應該都蠻有興趣的 而且 就像剛剛前面提到 很多人用生酮嗎? 或者是間接性的斷168 那當然 都有一些他的一些效果性 比如說 對於血糖的控制會有幫助 那但是 同時間在談減肥 應該也要同時 就是營養跟運動的介入啦 那另外剛剛科老師提到 就是說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想這件事情是 每一位想要減肥的人 或者是他應該是要先想要減肥 不然的話 你就會一昧的 就是單一的模式 然後去做了一下子 嘗試一下子 然後呢 你就突然停止了 那當然他就會反覆 留一群下面回來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減肥呢 還有什麼樣子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討論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希望 用一個 常觀者陪伴的角色 然後陪著大家 然後來慢慢的度過 你知道人生有沒有階段好 所以喜歡今天這樣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訂閱的時候 記得怎麼樣? 按讚! 開始小鈴鐺 掰掰 掰掰